欢迎收看由戴南和硬塞智库 联手打造的年度回顾系列 Tillback 2020 今天由戴南和欣宇 和你一起回顾名人系列 耶 疫情期间其实大家就只能在讲 就上网时间多了 就很多网红冒出来了嘛 所以讲到网红 我跟你讲说我觉得网红啊 其实在疫情里面爆出来的 你懂失明是谁吗 超红的 可是我觉得有个人比他更红 对 他就是某文 某文 who is 某文 you know you know 哎呀直接讲啦 就是大家都懂得60k的车闻哦 对 其实就是因为今年我觉得比较大件事 就是好像他MCO期间 他办一个生日派对 因为没有违反 就违反了SOP 大家就开始名言骂他 可是我觉得其实那一段时间 也是有一些我关注我网 他们自己也知道也是有办那个birthday party 但是就只是只能够讲邱文 谁谁被attack哦 只能讲可能说的够红 真的我告诉你 那些60k啊 零上进啊 什么Lisa 都是跟邱文 所以我觉得网红有做错事叻 就是他本来是网红在镜头面前嘛 所以就是他做错事本来就是会被 不是谩骂啦 就是被指责的话就是要把自己打造更好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问题就是在可能一些比较人生攻击啦 不然就是他以后的每个post啊下面就写 啊 这是我的早餐 这是我的猫 所以我跟你讲 我发现到一个很坏的就是 大家已经把邱文跟60k的link在一起了 所以不管他post什么东西都会被骂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一个KOL的话 他真的是有东西做错的话 大家是可以去指点或者是指责的 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必要的话 就不要这样子去add type人家啦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做一个理智的网民就好啦 良好的网民 不要挡一个键盘家 那接下来呢 你讲到邱文我就想到 在MCO的时候超爆红 你是直播 直播有没有想到直播 你想到谁 你哦 哎 讲到直播就是 你知道 那个鱼是公来是母的啊 有没有 ok ok 讲王雷是吗 对王雷 对我跟你讲哦 这个直播的时候哦 真的是王雷超爆红 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卖那个鱼的嘛 所以他就变成卖鱼哥 对对对 而且他跟一个小弟弟 不要闷晓一下 他是谁啊 朱正义啊 对 对 几岁吧 不是才才 还没有上大学的 还蛮年轻的 直接就是王雷朱正义一个派 然后就爆红 yeah 然后大家就开始会讲 哎 你跟朱正义怎样 哇 真的 就是弄王雷生气 大家都很爽 但是我对于就是朱正义是怎样的 怎样出来这个东西 其实我不是很懂的 蛤 嗯 就是他comment开始讲 啊 其实比如是公大 还是朱大 就他开始的 啊 然后就开始有 王雷就生气了 就会骂他 但是我跟你讲 王雷这个直播 他真的是变成直播的代言 你知道吗 每次人家有直播的时候啊 下面留言都会很像王雷的留言这样子 哦 这个衣服是穿的还是破的啊 肺肺有问题就对了啦 是 所以 可是好 我觉得 既然有人问王雷 那个女士公还是我 我们也不要来问王雷的问题 什么呢 比如我吃了这个Soto 她的表姐是不是比较好吃 奇怪耶 这很奇妙 但是的确啦 他真的是带起了这个直播 2020年直播的这个名言啊 就是这些落空能补的好不好吃表姐表妹这些东西啦 就是很费的啦 总之就是疫情我们看到就有网红出来 其实 其实很多歌手啊 其实也是要办演唱会办不成 真的 我真的想跟大家讲 我在去年的时候 我就已经抢票李荣浩的演唱会 但是他是今年 所以就已经cancel了 你排队是排很久 就是我是线上抢票 哦 你是很累了 前去年就抢了 但是今年就是没有办法 bost mall就cancel了 所以然后我就有朋友 有朋友就是去周杰伦的 周杰伦演唱会 因为也刚好微信去采访 就看到我的朋友在那边 他们真的是我六点去 我六点去 开始去那个mall那边 马来西亚 嗯 在马来西亚演唱会 他们去年就开始买了 就六点不夸张 有人带sleeping bag什么在那边 睡觉整条街是满的 然后结果就这样子呢 然后我就问我朋友 诶 变成这样子 怎样 但是我告诉你啦 虽然是讲说我们没有这种实体的演唱会 但是非常多的歌手啊 艺人他们已经转成 线上演唱会 有谁好像 五月天咯 对 有若营 啊 习惯结果不成啊 这些 甚至是韩国管理都有 所以就是变成 这个疫情期间 大家就开始没有实体演唱会 就开始线上演唱会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你讲的你买票嘛 如果那个主办单位跟你讲 诶 你原本的这个实体演唱会 cancel了 变成线上演唱会 你会什么感觉 我觉得线上演唱会有很多的 calls and coins啊 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 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参与 而且它可能是免费的 可能有些是要付费的 但是我觉得不好的就是 身为一个粉丝来讲的话 我会更注重那个现场的那种feeling 你知道 现场演唱会就没有那个feeling啊 是 而且重点是 我觉得比较长的是 好像你们已经买票的 你们买票是有票价的差距嘛 像买票贵了就在前面 然后买比较便宜了在后面 然后主办方跟你讲 诶 突然我们没有办这个演唱会了 你们的票就可以 redeem线上演唱会 你会怎样 如果你就 可能买比较贵了 本来很前面可以看到 李永浩罗那些白贵后面 对可能买几百块 到最后一起跟你看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 最好的办法咯 也是啊 对 但是本身在还是觉得 为什么我还是最后 还会落到线上演唱会的东西 是少了那个feeling还有碰动 对 然后讲到演唱会的话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 因为疫情被forsporn的 就是那个我们的西院咯 西院也是被关掉 就是非常多的西院被关掉 是 其实你去了几次西院今天 我告诉你 其实在MCO过后 它有一段时间是开放的对不对 忘记是哪一段时间了 那时候我去看过Tenet 哦Tenet 对 但是因为西院的SOP做到蛮好的 就是每一个位置 你都在中间隔一个 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我蛮喜欢这个操作的 因为你有没有试过就是有时候 然后当你在看戏的时候 后面的人会替你移植 哦 那个很讨厌 真的 而且不然就是有小孩子在旁 在后面乱 就跑来跑去那一种 不然就是 疫情的时候 他们就是 其实比较少人 而且因为隔一个位置 后面基本上是 就是那一个空的位置 所以是蛮好的 可是 你有发现到本来今天有很多大戏的 对对 Marvelous的一些英雄 Wonder Woman 嗯 完了我们真是终于熬到现在 他已经就是要 已经要上瘾了 可以吗 还是上瘾了 他现在已经上了 他现在已经上了 几惨嘛 差不多已经delay了一年 是 我朋友也是等超久 对 我们的黄木兰也是这样子 黄木兰至少有在就是开放的那个期间 你看Tenet的时候就是我 我看黄木兰的那个时间 对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 这些Marvelous的英雄 是不是觉得 他也是开始 怕这个病毒啊 就暂时先不要出来 真的 因为他们如果像Event出来的话 他们的那票房可能不会太好 是 所以其实讲到娱乐群啊 像演唱会啊 大戏啊 这些全部被Postpone 其实体育赛事也是被Postpone的 体育你应该比较懂 就比如大家都懂了咯 今年原本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 懂吧 啊 Olympic嘛 然后 我还觉得 诶 奥运会可能就是很多赛事 我们要半夜看才算 知道吗 而且因为时间不一样 你就要追 在电视前面追的 那我本来以为 OK啦 我今年还年轻 you know 就可以追一下 这样子再去做工 可是 赶上莫班船上 你明年就不年轻了 哈哈哈 四年后你可能就不年轻了 所以四年后我就 YAA 应该跟不开 差不多 所以我就 OMG 就取消了 这样子 可是他有讲 回去明年 明年还好啦 我还是 我的 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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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板车 但是其实 明年到底还办不办得到 也是一个位置数 我觉得 因为疫情还算不是非常稳定 是 可是现在陆续已经有几个赛事 赛事已经在做了 比如 足球啦 篮球 其实已经开始了 是 我们比较熟悉的 Badminton you know 就是 没有这样多的赛事部班 Badminton是汤油杯 汤油杯 本来也是今年的 也是postpone 就很多大赛事都postpone 对对对 所以 想问一下 你家有subscribe TV频道吗 我家有 某A台 有体力啦 有体力 是有体力频道的 所以 今年体力频道有开到吗 都没有什么给你看 没有什么值得去看的东西 那你就看一些旧的咯 你都知道结果的 就少了那个刺激感 真的真的 因为体育就要看 Live的 Yes 在电视前面喊的那一种 对 but then you know 就是今年的 浪费钱咯 就subscribe体力频道 也看不到东西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些 娱乐圈啊 有一些体育赛事都被delay啊 可是还有一件事情 是没有被delay的 金马奖 对 金马奖 但是我觉得金马奖很好的一点 就是台湾他们其实 SOP蛮好的 是做蛮足够的 才能够这样子去办金马奖 是 然后讲到金马奖 就要讲到 今年很多马来西亚的人拿到奖项哦 就好像我们都懂了 张吉安 凭着他的南无这个电影 获得了我们的最佳新导演 可以讲 来恭喜 耶 可是 嗯 讲到这个哦 我觉得 讲到另外一个问题 南无其实在外国这样火这样热 可是在马来西亚我们就遇到了一点点的阻碍啦 其实就好像 那金马奖 他就讲 嗯 要剪十二刀 十二刀 如果我们平选讲说一部电影啦 他的时长可能是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这样子的话 剪到十二刀 他不就剩下 啊 四十分钟 一个drama的episode 哦 好可怜哦 是 真的 所以我们只能尽管其片看一下 对 怎样咯 最后接下来的局势 因为现在还是很模糊到底这部电影是愿意被妥协剪十二刀再上还是不妥协就不要上 对 但是我觉得好像你一部作品真的是被剪了那么多刀的话 创作者本身也不会那么开心啦 是 所以就只能这样子咯 还能怎样 但是每一些人入围还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是我们很光荣 我们还是很光荣的 所以讲完开心了 我们就来讲一下今年其实有蛮多 我告诉你啊 对 因为这个疫情嘛 其实也是有非常不好的事情发生 就是我们也有蛮多的一些艺人朋友啊 离开我们咯 嗯 替他明星也是 就好像今年一年头的那个Covid Bryant咯 对 那个直升机 直升机意外就变成天上的星星了 对 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 Wakanda Forever 我们的Chan Vic Boseman 哦 他也是 就这样子 那他是因为癌症对吧 嗯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让我吓到的是好像很年轻的小鬼防洪生 可以讲 你讲到我就觉得很伤心 因为 其实他基本上他过世了过后 很多人都在播放他的歌来缅怀他 是是是 我一听到他的歌我就不行了 鬼鬼一闪 你知道吗 虽然就是讲说我不是小鬼的忠实粉丝 但是他是陪着我们这个走龙后长大的那个阶段 是是陪着我们的青春的 你一一不舍 舍不得 舍不得 太这么难 是可是他就真的是太让人意外太突然了 因为我记得我在工作我准备去lunch time的时候我就看 小鬼 对 我就跟我们是讲小鬼去世了 大家整个都是吓到 对 喊的那一种 超夸张的 其实讲到小鬼之外 台湾其实也是有很多那种 你有看汤西来了吗 有 我知道我知道 国标舞女娃 Oh my god 刘晨 也是他就每次看他跟小S诈我们的 而且我觉得刘晨是比较早期的时候啊 他蛮非常红的 在台湾的节目是很红的 是然后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就比较呛辣的罗妹妹 诶我也知道 对对对对 他就 大家就比较伤心咯 真的 就其实体育叻 除了Cobby Bryant还有一个 被人家 就不懂体育的人都会以为他是 Madonna的 这个球星 他叫Maradonna 所以我就不是那么的熟 是他就是一个球 一代球星楼之后就去世了这样子 其实也是很多人 离开我们 对还蛮惋惜的 就是因为我们说 除了疫情之外 就是 你没有想到 因为疫情是一个病来的嘛 没有人想到 即使你不是重病 你也是会这样子离开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啊 让很多人去觉得 人生无常啊 你会觉得生命很短暂 其实就是 上天给我们人类的一个Lesson 就是要你珍惜 珍惜身边人 珍惜身边人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 对这些已经离开的艺人啊 其他明星都好 就感谢他们 对我们的贡献 也要希望他们在天上开心 嗯 说到我们的那个疫情嘛 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 我们这个娱乐圈的明星名人啊 也是 中了这个COVID的 就好像我懂的话 因为我比较有听K-POP 然后就好像大家都懂了 崇哈 诶这是最近的 是很恐怖你知道吗 就是他 他中然后够搞到很多人都要去塞尖 因为他接触很多人 对就好像 TWICE you know I'm back 我很爱TWICE 你是TWICE粉吗 然后我就整个吓到 可是幸好大家没有事啊 对对 可是对崇哈我也是觉得很希望他找日康复 真的 然后说到如果说欧美那里的话 我就会想到 我们的Robert Pattinson 他也是中COVID 而且那时候是他刚刚好在拍Batman的时候 所以他就休息了一段时间 但是最后也是很幸好他康复了啦 是 然后讲到欧美我就想到 诶最近 比较近期的时候好像TOM CRUZ 阿汤哥 诶但是TOM CRUZ有中吗 他不是中 OK你等一下就是啊 其实就是 他在剧组里面发表啊 就大家就吓到原因就是因为 Mission Impossible的电影 对对对 就是里面的剧组工作人员 没有跟好防疫的SOP 就很生气 对但是我看新闻其实 他本人是producer 他是制片人 是 然后他其实有 就请了好像是600多万的 那种高级医疗团队来跟拍 嗯 SOP应该算是做到蛮好 然后那个 卫生啊医疗也做到蛮好 但是还是随随12个人中了 是所以就是他非常担心 我觉得他生气是有道理啦 不然就 spread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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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拍的 那其实讲到娱乐之外 体力也是有很多人中 就好像大家熟悉的 Ronaldo 哦 yeah 他就 他是康复了对吧 嗯 可是他就有中 然后我国方面也是有运动员 就好像 丢练球的那一位 就在Sarawak的 这个黄秀街 他就是之前 嗯 刚开始的时候 出气的时候 他就染病 这样子 然后爸爸也是中 哇真的 我告诉你 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疫情 最容易的就是人个人之间的传染嘛 是 然后我们现在这样做这 其实我们之前是有跟SOP 我们有戴口罩 我们有量体温的 然后我们现场工作人员 其实都是有戴口罩的 是 所以 因为太容易传染了 所以还是希望每个人都做好你们自己的那个防疫措施啊 对不对 而且对这些体育明星啊 影视圈的一些艺人啊 他们很常在外面的活动啊 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要也是会更小心他们自己的SOP 但是除了我们讲说这些名人之外 也是有非常多的听名啊 人民也是有中一个兵啊 是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做好防疫措施啦 就不要觉得啊 我们会中啊 不要掉以轻心 不要侥幸的心态啦 对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名人回顾呢 就谈到这里了 所以你有比较关注哪个名人的大小世界吗 留言告诉我们吗 嗯 还是喜欢我们的回顾系列吗 记得按赞 和订阅 分享 所以不要忘了我们其实还有 政治的回顾 还有 我们的名声课题 我是戴南 我是欣云 所以祝你一个美好的2021年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